接下来我们邀请时代力量来帮我们回答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 这不但符合普遍认知的事实 同时这也符合了东亚区域的稳定发展 然而对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威胁跟渗透 我们台湾还是要有具体的行动 来建立我们的民主的防卫机制 而在保卫台湾防止中国势力渗透上 我们绝对不像其他政党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我们有揭闭有监督也有提出解放 包括过去我们所揭发的如新纺织的掏空案 以及于平海想要透过南海控股公司 来投资双子性的案件以及乐圣案 都可以看到我们时代力量在防止中国的渗透 透过各种经济活动来影响台湾 我们有具体的成果 而在抗中的法案上面 我们也提出了反红媒的法案 以及要求公庙的财务一定要透明公开 以及我们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这几步关系着我们国家主权的法案 却都没有办法通过 刚刚民进党的代表说 在抗中保台守护台湾民主上面 他们是唯一的品牌 要国会过半才有办法达到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过去的四年来 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关乎着我们自由民主的相关法案 民进党完全没有想要让这些法案通过 特别是反红媒的法案 我们可以看到在623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人民出来呐喊他们的心声 反对红色的渗透 所以我们认为还是需要像时代力量 这样子的小党 坚持我们的价值理念 扮演关线性的小色 我们是一个对外坚持国家主权 对内要求公平正义的政党 这就是我们时代力量的特色 我们坚持反对一国两制 捍卫国家主权 迈向国家正常化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激进 来帮我们进行两分钟的回答 请台湾激进行两分钟的回答